好,各位好,我們來解今天LitCode的問題 今天的問題是881題 所謂的Bots to save people 它是一個中等的題目 其實題目並不是真的很難 所以它就給一個array people people I的值代表是DI個人的體重 假設它有無限多少船 每一艘船呢 它有一個載重量 有最大的載重量 假設那個變數名稱叫Limit 那每一艘船呢 最多只能搭載兩個人 兩人 在同一個時間 只要這兩個人的體重 合起來體重啊 頂多是達到它Limit 你就可以打兩個人 那 它要答很簡單 就是說你需要幾艘船 去拯救這些人 我們先看這裡的立體 立體1 1跟2 Limit是3 所以這兩個人大一艘就好了 那我們再看 第二個立體 它這個其實就已經排序好了 那Limit是3 所以第一艘船就3嘛 那第二艘船 2跟1 第三艘船 2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其他的例子 所以第三個例子是說 它這邊3534 然後你當然 它的Limit是5 那我們當然說第一艘船 取最大的當然就是5 好 好 再來第二艘船 4 第三艘船 3 第四艘船 4 好 所以這 答案就是4 好 好 它這邊給了constraint 可以作為我們解答 時候 呃 需要優化的一個考量 它的人 那 people的長 這個陣列長度 它 最大可以到5萬 呃 好 那Limit的話 那Limit的話 Limit它一定是大於等於 people的 所有peopleI的值 齁 所以一艘船 每個人都會被載到齁 每個人都會 都會被救到 沒有那個 不被救到的 那Limit 最大的值 稍微比它小一點 是3萬 好 3萬 哦 所以 看到這個constraint的話 我們當然一般來講 當然是先排序嘛 但排序有很多種方法 我們當然就是 一種當然就是 用 用一般系統的排序方式 另外呢 當然可以考慮 透過其他的 排序方式 像這邊的話 我們就蠻建議 就可以用所謂的 counting sort 當然你就必須要看的 constraint 以後你才 決定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收聽的方式 用這樣的收聽的方式 它會比較快 那我們看看這邊 我們 另外一個例子 這邊 方便起鍵 我們是已經排序好了 那這Limit 假設是9 所以我們看這邊 一開始的話是9 那我們解這樣的方式 大概就是 右邊的游標 左邊的一個游標 好 好 那 第一艘船 當然沒有問題 當然就是9 好 然後呢 8 好 再來 5 跟2 加起來是7 那你這個只要是 嗯 人銀站到船上的時候 我們就移動 這兩個游標 最後呢 是3跟4 應該講4跟3 所以這 你的答案應該是4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應該 可以找出 我們一個 演算的一個機制 好 好 所以如同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這邊的演算 我們這樣的一個 Approach 我們當然就是說 因為每個人體重都是小一點 Limit 所以每個人都會被救 那 所以每艘船至少可以 可以救一個人 最多就兩個 那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用這樣的 2 point一個方式 好 那原則上我們的 我們的 在這裡的設定 所謂它的 control variable的話 我們建議是用 R 好 所以它就是從 最大的index 開始 然後 主次的往下遞減 那 只要呢 它的condition 成立 也就是說 L小於 等於R 的話 我們這樣回圈就 好 就讓它運 運行 好 那我們主要貪軟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要去檢查 這個部分 只要它 兩個人體重是小一點 Limit 我們就讓它 做同一艘船 好 好 那 OK 所以如果說 它可以做同一艘船 那我們這個L就可以加1 好 否則的話 那當然就是L的值還是保值原來的值 好 這是我們大概 我們的 Approach 接下來我們就看我們程式的部分 好 呃 程式的部分我們這邊顯示是用C++的 好 這邊 來講當然我們這邊就是自己 啊 用所謂的Counting Sol 這樣完成 那這邊我們先設一個Frequency的一個陣列 好 那 根據它的Constraint 好 我們這邊設為30,0001 一開始都添0 然後我們要找出 最重體重跟最輕體重 透過回圈 那同時我們將它的Frequency 好 每一個 體重的Frequency 我們都做一個技術的一個動作 然後透過 再來透過一個回圈 嗯 從 MinW一直到 MaxW的地方 好 我們就 逐次的 將這些值 也就是說這些 值I 將它填入 在 people它適當的位置 好 也就是 呃 排序之後的一個值 那我們當然 那因為每個Frequency的 次數不太一樣 所以每次在迭代 呃 結束前我們就加等於F 好 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 這兩個部分其實就達到 Counting Sol的一個效果 那就 就 時間複雜度來講 第一 前面這個回圈當然是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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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線性時間 好 後面這個當然是 of of n n的話我們就是 最大 叫最小的 好 max w 叫 min w 好 所以這個部分 然後 後面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 所謂 two point 的一個方式 我們這邊還把 他 一些相關的資訊 講話 列印出來 好 好 那所以 主要是在22行 也就是在這邊 我們要去檢查 是不是兩個人 都可以塞在同一艘船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當然 這裡就去移動 我們的左右標 好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去 將它始作完成 好 而且是在線性時間 好 好 那我們方面起見的話 我們這邊先用python 來 來 始作一遍 好 簡單起見 我們將變數名稱 people 改成p 然後 第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 針對 這個list p 我們做排序 然後呢 我們設x為0 我們要傳回去的答案 就用設為x 我們要解x 基本上我們是用 兩個優標的解法 所以一個是l 另外一個是r 它的出值分別是 開始從0 還有就是p的length-1 然後透過一個回圈 應該是條件回圈 why 只要是l小於等於r 我們就執行下面的迭代 最好的情況當然就是 一艘船就裝兩個人 因為每個人他的體重都是 小於他的那個limit 所以我們 x呢 當然就可以 一開始就可以加1 進入迭代的時候 然後我們去判斷 這兩個人的體重加起來 是不是 小於等於limit 也就是p of l 加上p of r 是不是小於等於limit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移動 左邊的優標 由小而大 加1 那整個回圈 那控制變數是用r 所以r要-1 好 那我們最後的答案 就return x 好 那我們執行一次 我們看看這幾個case正不正確 基本上應該都正確 OK 好 都正確的話我們就 summit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看 其他程式語言的一個解法 比方說是C++ 好 在我們C++的解法這邊 我們留意到 在這裡的話 我們原則上是 採用所謂的counting sort 所以原則上我們就是 先計算people當中 的用一個frequency的一個陣列 去放它出現次數 從此紀錄它最大跟最小 然後從最小到最大 透過fear這個指令 將它做排序的一個動作 透過這樣的fear 這樣I的一個情況 所以 前面這兩個回圈其實也就是所謂的counting sort 然後後面的步驟應該就是跟剛剛 在python的解法比較一致 不過我們在這邊我們是用一個for loop去寫 同時也加上適當的一些output 我們執行一次 我們在這邊的話我們多加一個例子 我們三個例子都看一下 那所以第一個例子 所以是一二 limit是三 所以一艘船就夠了 第二個例子 limit是三 這個需要三艘船 第一艘船擺的是三 第二艘船擺的是二跟一 第三艘船擺的是二 所以三艘船 第三個case 那 它的limit是五 那 所以它的情況 就是五 四 三 四艘船 好 那第四個case 是我們自己建立的 它的limit是九 它的值是一二三四五八九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船的部分 它是四艘船 所以第一個當然最大 裝九 再來是 第二艘八跟一 第三艘五跟二 第四艘四跟三 四艘船 好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將這樣的問題做一個解答 好 好